歡迎收看家國縱橫 我是慷慨 聯邦政府在上個星期宣布禁止 一千五百款攻擊性的武器 包括多款槍枝 新的政策對合法擁槍的國民 到底有多大的影響 稍後我們通過Zoom視像的方式 與嘉賓跟你一同來探討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已有數個月 疫情究竟何時才能緩解甚至消失 根據過去100年來 幾次全球大流行疫情持續的時間來看 醫學專家認為不容樂觀 自從1月 新冠肺炎從中國蔓延開始 進入4月 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數超過100萬 死亡人數破6萬 義大利和西班牙死亡人數已萬劑 而美國的確診人數已10萬劑 整個世界現在都被各國各自圍鎮封鎖起來 街頭空無一人 醫院卻人滿為患 其實這樣一場慘烈的疫情 比爾蓋茨2015年就曾預見過 現實似乎正在向比爾蓋茨說的方向靠攏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所說的pandemic 就是全球大流行疫情 實際上 自從20世紀以來 早在此次新冠肺炎之前 全球就已出現過四次 分別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1957年的亞洲流感 1968年的香港流感 2009年的H1N1大流行 這其中最令人唐虎色變的 就是持續了15個月的西班牙流感 因此而死的人 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還多 當時在全世界死於流感的人數是多少人呢 5000萬到1個億 現在的統計 所以至少是5000萬 那你知道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以後 全球人類的總的數量是多少嗎 我告訴你 18個億 所以當這個地球上18個億 有5000萬死於一種疾病 而且當這個疾病來臨的時候 我們是一無所知 所以你可以想像 當時的那種恐懼是怎麼樣的 西班牙流感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結束前半年的3月 源頭是位於美國肯薩斯州的一個軍事基地 短短三周 這個近6萬人的軍營裡 就有遇千人受感染 38人死亡 即後美軍大約三分之二的軍營 都受到流感的侵襲 症狀為頭痛、發高燒、咳嗽、肌肉酸痛及食欲不振 這個病毒是哪裡來的 我們現在都知道這個病毒原來在人類是沒有的 是自然界當中過來的 那是怎麼產生的 現在發現它的很多基因來自於 情的病毒 就是家畜 我們人類不是驯化動物嗎 然後呢 你就跟它生活在一塊兒 你在家裡住在那挺好 二樓是有風景 下面養豬養牛對吧 很多病毒在看來雜交混合 空中的飛鳥 家畜 所以第一次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新的病毒 當一旦有病毒突破了人跟動物之間的界線 它就變成在人當中可以傳播的病毒 HENE的病毒是1918年產生的 然後因為戰爭 美國爆發的H1N1病毒就隨著軍艦 跨越大西洋驶向歐洲大陸 到4月 法國、中國、西班牙及英國都相繼發生同樣的流感個案 並波及英國和義大利的軍隊 同月因為美軍回國 而將病毒再帶回美國 當年9月 載著近萬名士兵的美國軍艦前往法國 引發襲擊歐洲的第二波流感 而這波流感死亡率特別高 尤其使者都為親壯年 除了發燒頭痛之外 還有臉色發青和咳血 然後引發併發症 包括肺炎 引致死亡 這個軍艦事件跟各公主號郵輪的狀況很相似 學界認為原因是人們在船上的時間 比起其他交通工具長很多 加上乘客都會在船上共用船上的設施 就算船上有不少空曠地方 受感染的機會都會高出幾倍 同年10月因流感死亡的美國人高達20萬 而在這場流感中死亡的加拿大人 也多達43500 當時很多城市限制市民前往公共場所 包括康樂設施場所、運動場、游泳池、舞廳、電影院等 都被迫關閉超過一年 經過兩年的艱辛抗疫後 病毒直到1920年才消失 雖然這場流感被稱作西班牙流感 但實際上對於其起源地至今仍存在爭議 有人認為首發於英軍位於法國的軍營 有的稱發源於中國 因為1918年中國從南到北 多個地區都爆發了疫情 還有觀點則認為該病起源於美國的肯薩斯州 由於一戰期間 參戰各國都對媒體報導疫情進行了壓制 相比之下西班牙是中立國 言論更加自由 馬德里的報紙開始報導此事 國王阿芳索 首相及部分官員紛紛染急 更引發媒體關注 由此被人冠名西班牙流感 西班牙流感導致社會對流感的認知出現轉變 促成公共衛生政策變革 很多國家成立或重組衛生部 建立更先進的疾病監視系統 開始出現全民衛生保健及免費醫療 40年之後的1957年 另一場從中國爆發的流感 經由香港傳遍世界 奪去200多萬人的生命 亞洲流感病毒1957年2月 於中國貴州爆發 這次是由人類流感病毒 和禽流感病毒結合的HRNR病毒 流感3月傳遍全國 4月蔓延至香港 然後由香港傳到其他國家 很多人至今都不以為 香港是亞洲流感的起源地 這次流感全球超過20個國家受影響 傳染力十分驚人 我小孩子的時候 可能香港有個大流感 我全家人都發燒生病 我比較嚴重 當時我記得燒到105度 逼著要進去西營盤的國家醫院 住了一兩個星期 當時可能很緊張 醫護人員很少 但要處理這麼多人 所以就好像我 連床點隻 一晚跌落床十幾次 他們真的沒辦法處理 所以就把我綁在床上 綁手綁腳 到1958年 亞洲流感基本上已平息 連病毒也看似絕種了 可是10年之後 甲型H2N2毒株變種 形成了新型H3N2病毒 引爆了1968年的香港流感 不過這次爆發規模 雖比亞洲流感小 但也歷時兩年 奪去近100萬人的生命 當時的公共衛生專家判斷 人群對N2抗原已具有普遍的抗體水平 因此相信H3N2亞型流感病毒 不會造成大面積的流行 儘管在當時H3N2病毒 已經散布在世界多地 但是死亡率極低 大家在家中躺5到10日便可痊癒 當年的港英政府 乃至各國當局都並未採取相應防疫措施 但這種判斷其後被證實是錯誤的 1968年下半年 H3N2病毒N2抗原 逐漸發生變異 變成惡魔級病毒 占香港人口15%到50萬居民被感染 其中死亡人數高達6萬人 這個第二波傳染 隨後從香港蔓延至亞洲各國 最後傳到世界各地 當時美國正值越南戰爭期間 從越南戰爭回來的士兵身上帶回病毒 導致美國成為當時受疫情最為嚴重的國家 疫情直到1970年才逐漸平緩 遺憾的是 這種輕敵的誤判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一開始 也同樣出現過 亞洲流感和香港流感令人們意識到病毒的狡猾 當一種新病毒入侵之後 我們的身體首先會識別、確定外敵 然後激活自身免疫系統發起反攻 一旦我們的身體學會識別病毒表面的蛋白質 就會記住它們 下次再遇到類似的病毒來襲 我們就有了較強的防禦 但麻煩的是 流感病毒會變異 人類的免疫系統就不得不從頭開始 重複抵抗外敵入侵的過程 事實上 人類在進化過程中 沒有發展出抵禦動物病毒感染的免疫機制 因此一旦跨物種病毒感染有機會發生 往往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 此次新冠病毒的全球化肆虐 則再次證明 人類、動物和病毒的關係還將繼續延續下去 這不是最後一陣子的病毒 我們會再次看到 有更多病毒 還有更多病毒 這不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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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從事實上的方法 我們作為人物人 和我們的世界 人選擇 我們在一個位置 我們會看到更多病毒 那部分是 氣候變化 和温暖的氣候 讓世界更加適合 病毒和病毒 但這部分也關於 我們在最後的生命中 我們在我們的世界上 新冠病毒感染 還有多久會過去 醫療專家也無法預測 但從過去這幾次慘烈疾病 大流行來看 新冠肺炎全球蔓延 所持續的時間 和給世界帶來的打擊 比預料中更久 更沉重 As far as we have an expert consensus on COVID-19 it's this here in the US and globally it's gonna get worse before it gets better we're seeing cases of human transmission that aren't from returning travel that are just happening in the community and we're seeing people infected with COVID-19 when we don't even know where the infection came from those are signs of an outbreak that's getting worse not an outbreak that's under control it's depressing but it's not surprising global health experts when they talk about the scenario of new viruses this is one of the scenarios that they look at we all hoped we'd get off easy but when experts talk about viral planning this is the kind of situation and the way they expect the virus to move and the way by the virus to move ooh hey state